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公里的地方 很久一来就有一个硕大的土堆子 当地人叫它种子 一片开阔的平原上 突兀的竖着这么个大土堆 似乎有些奇怪 但村民们早就习惯了 也就见怪不怪 土堆上的土特别磁石 村民们老来取土盖房子 老人说这个种子原来有二十多米高 后来取土多了 只剩下几米高 四周还被刨得坑坑洼洼的 1999年夏天 修路取土的推土机 产出了一些古代器物 这叫所有落庄人大吃一惊 原来祖祖辈辈 生活的地方竟然埋藏着巨大的秘密 很快考古人员来到现场 查验出土的古代器物 考古人员靠着专业素养 一个月后抢救性发掘工作在落庄铺开 考古队按照科学考古的程序 首先用洛阳铲选择适当部位打了一些碳研 大致弄清楚墓葬范围后 又挖了一些碳钩和碳方 一步步地揭开古墓的面貌 风土外围露出了几个地下坑穴 但是很遗憾 已经被盗墓贼破坏 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发现 只有一些兵器 剑簇 盾牌和盔甲的残迹 和一些彩绘的陶器等 唯一令人吃惊的是 这些残留的彩色图案色泽艳丽 像新的一样 专家一眼认定 这些图案带有明显的汉代特征 古墓很有可能属于汉代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又在周围不停地钻探 初步摸清了墓葬的封骨范围 大概是200米乘200米 大约4万平方米 这个规模让考古队员们吃了一惊 在西汉的时候 有些黄帝陵的封土面积 只有100多米方米 这样大的规模 相当于或者超过了 某些帝王的陵墓的面积 封土的是一个方形的幅斗形的 这是符合当时候的制度的 也就是规格比较高的墓葬 谁也没有预料到 一个平常的村庄里 不起眼的土堆 竟然埋藏着一位显赫的人物 按照村民的回忆 几十年前 风土比现在要高得多 那么当古墓刚刚完成时 它又是怎样宏伟的景象呢 究竟是谁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墓地 逝去的贵族 落庄汉墓的发掘在继续 现场又暴露出了一些地下坑学 考古学家判断 这些地下坑学分布在风土周围 距离主墓室也有一定距离 属于陪葬坑的性质 在汉代 一般只有皇帝和王宫的墓葬 才有资格拥有陪葬坑 难道 这里埋葬着一位神秘的王宫吗 在清理一座地下坑学时 考古队没想到 第一批文物那么轻易就冒了出来 发几千土之后呢 就出来几件精器 这几件精器呢 以前没见过 当然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先一个动物的一个头 上面呢还有刻的很细的这个花纹 另外呢 还有一种后面带这个棒圆形的这种东西 我们叫做节约 从这两个东西看来 我们觉得可能和车马气有关系 就在发现精器后不久 考古队发现了马坑 清理出了七匹马的骨骼 在这些骨骼旁 又清理出了许多纯金 硫金 青铜 铁质 骨质的马具和马饰 马坑南侧的一个坑里 留下了很多木头的痕迹 考古队采用石膏胶筑的办法 发现原来这里曾排列了许多 造型灵巧的小木俑和小木马 木头已经全部腐烂 只留下轮廓和少许的颜色 这些兵士俑的脸上 残留着当年涂上的红色 军师们有的背着剑 有的拿着割 有的神器地跨在骏马上 排列成一种古老的驱字阵型 这是一支V型的仪仗队 护卫着主人的地下世界 虽然已无法完全复原当年的阵势 但人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 牧主人生前的势力和威严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绅士和地位呢 根据中国古代墓葬 讲究对称的规律 考古队判断既然南侧有马坑 北侧会不会有车坑呢 发掘结果证实了考古队的推测 北侧的车马坑全长超过30米 是所有已发现的陪葬坑中规模最大的 位置与木道南侧的马坑相对称 木质的车早就腐烂 只留下轮廓的痕迹 少许残存的漆皮上 还清晰地保留着彩绘的几何卷云图案 画纹纤细流畅 可以想见当年车上的装饰有多么艳丽 车在中国的发明可以推到大约4000多年前 车不仅是运载工具 还一度在战场上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到东周时 战车成为各诸侯国军队的标准装备 战车的数量成为一国军力大小的标志 洛庄汉木车马坑一共清理出了三辆大车 每车四马 车马事件齐全属于实用车 不过他们并不是用来作战的战车 四马拉车在古代来说 这是规格很高的这个车 那家的车是彩绘的 车的车龙那是红的 车上的这个构件和马上面的马四平 绝大多数都是镀金的 那肯定是王车了 肯定是王车的车 因为文言上记载 那么王车的车是猪龙划骨 金土五末 这表现这个高规格的车的这种 因为古代在这个车的使用上 它是有严格的等级的规定的 一批专家专门来到洛庄汉木 检验车马一计 仔细审看的结果却让他们迷惑 这三辆车的样式和山东地区 已经发现的车的样式很不相同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复原后的车马更清晰地表现了独特性 它显得特别的尊贵和高雅 有一种王者气派 考古人员发现 这辆车和在陕西秦始皇陵墓发现的 秦代铜车马一号车如出一辙 特别是车尔的造型几乎一样 连上面做支撑用的铁键数量都完全一致 车前面同样放着防护用的弩机 不同的是 洛庄发现的弩机 弩折和键负都是实用物品 弩机上清晰地留下了使用过的痕迹 这套弩机制作精良 箭头锋利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秦始皇陵同车马出土后 人们在马身上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小构建 由于当时的车是单元车 马在奔跑时容易互相碰撞 于是古人发明了邪区 让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在以往的考古挖掘中 从没有发现过邪区的食物 但是在洛庄的车马坑里 人们看到了真正实用的邪区 所有细节都说明 洛庄的车马来自千里之外的他乡 而车的行制使得考古人员基本确定 墓葬的所属年代很可能是和秦非常接近的西汉早年 当秦始皇开始他统一六国的征程时 战车作为实用装备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让位于骑兵和步兵为主力的新型军队 但是豪华马车仍旧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宣扬权威的专利 史书记载 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 大臣们密不发丧 就是用鞍车把他的尸体运回咸阳的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 让后人有机会想象皇帝的威风 马和车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连最普通的配件和装饰物都做得相当考究 比较起来 骆庄的马车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勒马用的节约 镀带 装饰马的事物 每一件都是留金铜制 有的还镶嵌着绿松石 虽说是小东西 也花了工匠不少功夫 这些奇形怪状的小动物 连嘴巴鼻子和毛发都雕刻得非常细腻 在秦始皇的铜车马上 有一个用来固定马龙头的当炉 显示出皇家才有的富贵器 但是当人们发现 洛庄牧主人的马车时 却看到了两个更加华丽的 刘金青铜当炉 当炉上雕刻着一种 奇特的动物 他长着漂亮的马头 身子却是腾云的龙 到了下面又出现了马蹄 这也许就是古人心目中的神马 什么人能使用这样高档的车马 他难道比不可一世的 秦始皇还要奢侈和交恒吗 他的车和秦始皇的车如此相像 难道他和秦始皇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他们曾败将称侯 皇宝家身 却终究要魂归地下 入土为安 辉煌一生 他们无法割舍的 是那金鸾宝座千秋伟业 还是奇珍异宝天下财富 是那金鸽铁马战场荣耀 还是歌舞乐运闲情义趣 敬请收看华夏传奇系列节目 地下的王侯 发掘工作在谨慎的推进 一天下午 考古队长崔大雍到济南参加会议 考古现场由副队长房道国主持挖掘 挖掘 在下午的我们三十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清理 就租下期望发现一个绿色彩的一个物品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租签吧 也能踢一踢踢 踢一踢越来越大 因为它呢 大雅有三十公分高吧 而且上面呢 还有一个牛 还有通宵 上面花围呢 得快点挺好 一个刷子一刷呢 就像心理一样 当时呢 我们很紧张 哎呦 这是不是个钟啊 一整套编钟被渐渐落砖汉墓的乐器坑 一次性出土了各种古代乐器 共一百四十件 有弦乐器 打击乐器 和敲击乐器 甚至还带着调音的工具 色锐上 两千多年前的丝线 还依稀可变 如此众多的乐器组合 俨然一支庞大的古代乐队 能拥有这样规模的乐队 牧主人肯定是一位地位极高的 王侯级人物 随着一个个陪葬坑的出土 牧主人的面貌似乎渐渐清晰起来 但也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历史迷雾 考古队在发掘风土周边的陪葬坑的同时 对风土也做了初步的清理 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坑雪 在风土中发现坑雪 在汉代考古上 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些坑雪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由于这些坑雪都叠压在风土中 人们判断 它们不是与牧室同时挖建的 而是在牧葬风土的填埋过程中形成的 坑里的埋葬物 多为马 牛 及小型永类等非食用品 显示出它们具有祭祀的性质 专家因此将这些坑雪定性为祭祀坑 祭祀坑的发现说明 陵墓在埋葬过程中 多次举行了复杂的礼仪活动 这么做的用意何在 实在令人费解 经过一年多的探测和发掘 考古队基本弄清了洛庄汉墓的总体布局 地下主墓室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数学墓果墓 环绕墓室的陪葬坑和祭祀坑一共有36座 36座陪葬坑和祭祀坑分上中下三层排列 最上面的一层在西墓道的北侧和南侧 往下近一米的地方是第二层 位于西墓道上侧和东墓道南北两侧 最底层位于墓葬的汉代原地表以下 是一些比较大的坑群 为什么会形成三层排列的奇特格局呢 考古学家分析认定 墓是在古人下葬后由下往上一层层修建的 所以才有多层坑学墓葬遗迹的现象 也就是说墓主人死于墓葬封土完成之前 那么一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墓葬的封土呢 那么这个土坑墓就是说了 应该是在短时期之内形成的 它不会藏着口袋在那里练十几二十年 它不管采用零食挖零食埋的办法 还是采用玉香马好流的通道这种方法 都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 你想想如果一个土坑墓 要是在这放十几二十年 每年以前的雨水比现在大 那早把它冲得很不鲜艳的了 所有现象说明 在墓葬刚刚开工后不久 墓主人就死去了 西汉的王公一般都在即位当年开始修墓 由此推断墓主人在位年月比较短 他是死于意外吗 还是死于征战 或者有什么政治阴谋 这个神秘主人的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陪葬坑和祭祀坑中 陆续发现了二十几枚风泥 它们成为解开墓主人身世之谜的关键 风泥 又叫泥风 是古人风间文书 信件 货物时 该有印章的泥团 在墓葬中发现风泥 往往能找到墓主人的姓名或官职 落庄出土的风泥上 大多刻着吕大观印 吕大观成 吕内使印 吕大行印的字样 吕内使印 吕大行印的字样 风泥的称位虽然不同 但都有同一个字 吕 据史书记载 汉代被封的吕国只有一个 建于公元前一百八十七年 那时的西汉王朝 实际上被一个女子统治 她叫吕智 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 刘邦死后 吕智控制了继位的皇帝 掌握朝政大权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 吕后大力封赏吕家亲戚 他把大哥的儿子吕台 封到济南郡 建立吕国 都城东平 吕国先后出过四任国王 如果落庄墓中 埋葬的真是吕国国君 会是四个人中的哪一个呢 根据文献的记载 吕国先后存在了只有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 那么这八年当中呢 有四位国王 第一任就是吕台 第二任是吕家 第三任是吕厂 第四任是吕大 那么这四任国王都会什么结果呢 那么根据文献的记载 后三位国王都可能是在被 心流灭的时候把他杀掉的 就是属于非正常的死亡 那么从墓主任的这个 当时候埋葬这个封树 和他的制度来说呢 和后来的考古发现的证明呢 那么只有正常的能死亡 才能享受到这么 比较规格高的这种墓葬 而且非常简旧 只有吕台生活在吕氏家族 掌权的鼎盛时期 拥有这样豪华的坟墓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墓葬的超大规模 违反了西汉皇室的一些规制 这也和吕氏家族的 飞扬跋扈相印证 根据史书记载 吕台即位后第二年就去世了 这一点又正好和墓葬的 某些特点吻合 后三位国道不可能 那么唯一的可能 只有是第一任国王 吕台的墓 吕氏家族的兴盛 又如昙花一现 由于刘邦曾和大臣们 共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 吕氏封诸吕为王 遭到刘氏宗氏和大臣的强烈反对 就在吕台封国后六年 吕后病死 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凡吕氏势力揪集军队 很快就制服了吕家 曾经的药物扬威 转眼间变成了噩梦 所谓的王国不堪一击 尊贵的诸侯王 死于非命 吕台也许是幸运的 他长眠地下 免去了一场人间浩劫 但是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仍然存在谜团 在墓葬的陪葬坑中 也发现了刻有 齐大观音等名闻的青铜器 有学者据此提出 墓主人并不是吕台 而是齐国的一位诸侯王 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答案也许还在隐秘的地下宫殿里 几千年漫长的岁月 模糊了历史的真相 沉默的土堆 保守着主人的秘密 把曾经的富贵以利和沧桑故事 深深地掩埋 今天的我们 只有耐心等待 在未来的某一天 能解开心中所有的谜团 重新靠近两千多年前 那位神秘的王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